本集節目由無限魂玩具社贊助播出 光榮與粉絲團可以點擊說明欄連結 最新的四驅車與相關連結在這邊 找不到的也能詢問老闆喔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做四驅車 那麼這一次要做的是 這一台 幻影雙翼黑色特別版 我個人覺得這台顏色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看起來很帥氣 而且這個配色的感覺也很貼近忍者的風格 那麼這台除了顏色有變化以外 底盤也升級為SXX底盤 那麼這個底盤跟我們之前舊的底盤差多少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看看吧 GO 好那這個就是他裡面的所有零件 首先是他的黑色車殼 還有這種深藍色的底盤零件 這個底盤零件很明顯就跟原本的舊底盤不一樣了 然後這個就是SXX底盤 黑色的胎框 深藍色的胎皮 然後還有一包零件包 附一顆馬達 接下來看他的貼紙 這種新版貼紙真的是有夠閃亮的 而且他裡面看的出來都是重新設計過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看這個新底盤跟舊底盤差在哪邊 來我們從這裡拿出他的舊底盤 左邊這邊是新的 右邊這邊是舊的 從我們最前端這邊來看的話 這個新的這邊有多幾個孔上去 然後側邊這邊變成三個孔 這邊是兩個 不過除了這幾個孔位以外 裡面這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改變的喔 不管是放齒輪的槽 放電池的槽 馬達的槽 都是一樣的 來我們繼續翻過來看看 背面的話 直接看這個是非常的像 我注意看這些孔位的改變 真的是看不出來有哪些改變 然後這邊有他的模具剛硬 這邊是1997年出產的 這邊是2009年 以現在來看這兩個其實都算是很早的底盤了 不過光是這樣子就相差了10年以上 那如果有改裝高手也在看這部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這兩個底盤在使用的性能上面 有什麼樣的差別吧 那這個車殼的部分 可以看得出來是只有顏色改變而已 其他都沒有改變 底盤零件這樣看的話 是多了前面的這個橫桿 那這個貼紙部分的話 就差比較多囉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已經算是完全重新設計了 相信這個新版的貼紙在裁切上面 跟黏性上面一定會比這個好很多的 全部都比較完之後 接下來把它拆開整模 好的全部打磨好之後 接下來就要考慮他的配色啦 其實他原本的這個顏色 已經是非常漂亮了 不過總感覺少了點什麼 因為他這台的配色概念 感覺是以草屜件為配色才去做發想的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邊 底盤車殼還有他的輪框 通通都是黑色的 我感覺這樣子單調的點 所以配色會從質感上面 再做一點改變 然後看看這個草屜件裡面的這些顏色 還有哪些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讓這個配色看起來不會太單調 所以簡單這樣看的話呢 車殼的部分會把它再噴得更亮一些 因為這個黑啊看起來是有點霧的 這個深藍色的零件 我覺得非常漂亮 這個就不動 那等等要改的就是輪框 還有這個底盤的顏色 好 那我們都確定好配色之後呢 我們就趕緊來把它洗一洗啦 來 上沙拉脫水 然後呢把等等要上色的 通通把它丟進去 好 給它泡一下 接下來 把它涼乾 在大陸水 沙拉脫水 底盤 煮沙拉脫水 一大盆 沙拉脫水 做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貼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豐富 好 那麼這個貼好之後 我們先放一邊 我們準備來把他的底盤也完成 好 那麼我們的底盤也做好啦 這個底盤的顏色 是用草剔劍身上的那個 有一點紫又有一點紅的感覺 但是我們不要把它弄得太亮 所以用這個血紅色 那上面這個是要呼應他們頭上的頭戴 有一點橘橘的樣子 不過這個好像有一點淡喔 好 那麼接下來做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來把它合體 那這樣我們的幻影雙翼黑色特異版就完成啦 哇 這個顏色果然是非常的好看啊 底盤把它弄這個色我覺得也還可以 然後輪框的部分 燈打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還有在透一點黑藍黑藍的感覺 這樣子也不會跟車殼顏色太相近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先來把這個車殼拿去噴保護漆 我們等等換一個角度來看 好的 那麼我們這一台啊 就是我們這支所製作的 幻影雙翼黑色特別版 整個光照下來之後呢 看起來就更帥氣了 我們先跟之前的幻影雙翼比較一下 左邊這個是原本的顏色 可以看得出來 它整體的配色都是比較亮的 右邊這個是黑色特別版 它的配色就比較有一種隱密的風格 所以我們這支配的顏色呢 也就是比較安一些的 跟原本的顏色呢 就會有很大的對比啦 那這台車子呢 它的貼紙非常多 最難貼的就是前面這兩條的地方 那這邊也有點貼歪歪啦 真是有點可惜 如果大家有拿到這個貼紙的話呢 也要小心 比較長的這個 先把它貼好之後 再來貼這個比較短的 好 我們繼續往側邊來看 這邊呢 可以看到這個底盤呢 看起來不會非常的搶眼 輪框的部分呢 是使用黑藍色 在這種燈光比較充足的情況下 就比較看得出來 它不是純黑的樣子 那這邊呢 剛好也可以解釋一下 為什麼有一些車子 會特別上亮光保護器 有一些不會 其實最主要的呢 不是要保護這些貼紙喔 原本貼紙的亮度呢 是亮過車殼的 但是經過亮光保護器掃下去之後 它們的光澤就一致了 看起來就不會這麼突兀喔 好 那麼接下來是它的背面 原本的這個深藍色啊 真的是還蠻好看的 好了 那麼這台做起來呢 其實讓人非常的懷念啦 草居兄弟裡面 好像也只有這台有做這種特別色的 虎前掠奪者呢 一樣還是靜態車子 不曉得以後呢 會不會看到比較特別的虎前掠奪者 來跟它做搭配呢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一下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分享的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很喜歡我的影片 謝謝大家 然後呢 有